男人PTT鄉民最愛把30公分掛在嘴上 那30公分到底有多長 30公分跟手臂一樣長 依照中醫同身寸的理論 多數的成人從手腕測量到手肘 大概就是30公分 因為我們知道自己的手大概多長 所以用手下去測量 大概會比較準 不光是靠手臂看房子買家具 粗骨尺寸也可以看手指 像是這樣比6 距離大概是20公分 比7則是18公分 40 60這樣子 我就可以大概抓出來一個 比目測還要精準的尺寸出來 拇指姑娘也有尺寸密碼 大拇指約是2.5公分 兩指並攏則是3.75公分 四指7.5公分 但實際測量下來 成年男性大概符合 但平均女性會少0.5到1公分 90度這樣子 除了長度 手掌也能粗骨角度 小指到拇指垂直90度 到拇指則是60度 中指45度 無名指30度 如果真的要硬比較 大家身上有沒有相同尺寸的 原則上越是單一單位 像一根手指頭兩根手指頭 我想差異性就不會太高 身體兩尺數字不可能都一樣 但真的沒帶尺尺 靠手肘手指實測 至少比肉眼預估來得準確 全台最高的101大樓主樓跟副樓購物中心 每天都有上萬人在裡面逛街跟上班 但您相信嗎 光是人在大樓裡走動 也會讓101大樓搖個不停 我覺得不可能啦 建築師有給他計算過的嘛 相信啊 相信 要不然地震的時候也是在震 相不相信當然不是誰說了算 台師大博士生做了項研究 發現不只地震會讓101大樓擺動 只要人流越多 台北101大樓震動的幅度就越大 研究團隊利用裝在90樓的地震儀監測 發現大樓一天內震動的幅度較大的時段 落在人類活動較活躍的時期 也就是早上9點到晚上9點 但這又不像小巨蛋 所有的歌迷隨著同樣的節奏蹦跳 光是走路怎麼會讓建築物震動 很有可能跟裡面的機房運作是有關的 因為像101裡面它有冷氣機 那它冷氣機當然不像我們家用中的冷氣 它一定很大一台 那當然在人比較多的時候 它的這個機器的運作量當然就是會比較大 那當然就是影響了這個101它本身的晃動的這個幅度這樣 原來上萬民眾在同一棟大樓裡 不論是走路 拉把椅子坐下來 還是搭電梯都會讓大樓站斗不已 研究團隊還發現溫度越高 101大樓震動的頻率也越高 反而是風速越高 震動的頻率越低 這項研究提供未來分析 建築物健康程度監測依據 提供預警讓人類的安全又往前邁進了一步 新竹竹北發生氣爆 民宅整個被炸爛屋內焦黑一片 冷氣室外機從天而降 民眾遇到瓦斯外洩第一時間到底該怎麼辦 網路上流傳瓦斯外洩 不要開燈 不要打開冰箱 更不要開抽風機 否則恐怕引燃瓦斯氣爆 假如真的是這樣 是只要聞到瓦斯味都不能開嗎 千萬不要去開關任何電器 電燈 冰箱 抽油煙機 電風扇 在開關任何電器的時候 都會產生一些火花 就有可能讓它產生氣爆 瓦斯外洩只要空氣中的天然氣含量 達到大約4%到16% 遇到火源就會引燃或發生爆炸 因此最好電器用品都別開啟 不過如果無情麻黑 利用手機LED手電筒照明 相較是沒有風險 另外開門窗逃生也切記別太打理 開門窗的時候也都要輕輕的這樣 窗戶都是鋁製材質或者是鐵材質 它如果相互摩擦的話 也有可能產生一些些微的火花 專家提醒四大準則 禁止開關任何電源或電器 立即關閉瓦斯桶開關 推開門窗通風 並離開現場保命要緊 靜關推離 免得一時疏忽 發生氣爆 紅天陣地 血肉很飛 藉中陳良 趙妹子採訪不動 全球每年約有250萬人罹患腦磨炎 流行性腦脊髓磨炎 是一種觸發性疾病 在台灣被列為第二類傳染病 主要是飛沫與接觸傳染 平常在我們的鼻咽部 生病的時候 它就是往鼻咽部的比較深處 主要是進入血液 一旦菌血症 大概有40%的機會 它會變成腦磨炎 常見症狀有發燒 劇烈頭痛 噁心呕吐等 也可能留下嚴重後遺症 像是腦性麻痺 智力損傷 死亡率3到5成 小孩子大概3個月 然後產生腦磨炎 同時產生腦部積水 開刀把那個水引流掉 每一年都會出來幾個 很難知道誰一定會發病 台灣的代菌率約10% 但因為發生率不高 多數人忽視了這條隱形傳播鏈 一個很好辦法就是打疫苗 保護效果是相當不錯的 這個疫苗除了讓你不發病之外 同時可能會讓你減少代菌 除了諮詢醫師接種疫苗外 避免長時間處於密閉擁擠空間 平時維持良好衛生習慣 勤洗手 戴口罩 和減少群聚 預防剩餘治療 記者 縱不倒